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像如果大家看我后面的强度 对 平均的起伏差不多在十多厘米 感受到了吗 如果你还没感受到 跑步的时候戴顶帽子 通过这个帽沿是一个参照物 锁定一个参照物 你会感觉地平线在晃动 晃动越大 你的损耗就越大 在这个术语上叫垂直起伏 这表征着你跑步的有效性 如何让晃动变小呢 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 让你的步频提升 提升到180左右 那么你的垂直起伏自然地就变小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和慢速的步频 让你的波动变小 你会跑得更省力 你受伤的概率也会下降 因为波动变小 抽击 冲击力也就减小了 无动说跑步 欢迎关注微博陪你跑 我们下次见